昆凌家庭背景超强大!看完你就懂为什么她最适合周杰伦!网友,果然是天王嫂! 昆凌家庭背景超强! 对周杰伦来说,一半的女生都想嫁给她,而她选择了昆凌,或许是因为对周杰伦来说,昆凌才是那个对的人,虽然昆凌比周杰伦小了14岁,但是他们才是最适合彼此的另一半,有时候我们不看好的婚姻反而能走得很长远。 周杰伦和昆凌2010年相恋,2015年步入婚堂。 这一段看似悬出极其大的兄妹恋,一个是歌坛铭记旺盛的巨星,一个是不温不热的模特,看好的不多,质疑的不少。 有人说有人会说昆凌嫁给周杰伦,就是灰姑娘嫁王子,能这么幸运肯定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,其实昆凌本身家底就很好。 昆凌是中寒澳混血,昆凌妈妈是中寒混血,爸爸是澳洲人,在和昆凌爸爸结婚之前有一段婚姻,育有银儿一女。 离婚后和昆凌爸爸结婚生下昆凌,但在昆凌同年时离婚,后嫁给丹麦造船厂工程师,八年前跟老公旅居韩国,在当地做过某孤儿基金会会长,因为大部分善款是自掏腰包,昆凌妈妈在2010年获得韩国类山式荣誉市民。 后面为了照顾昆凌,搬到台北居住。 昆凌爸爸是大学教授,当初进娱乐圈就是爸爸介绍的,因为威风广场的老板是他们家在澳洲的邻居,昆凌爸爸拜托他照顾。 以下是昆凌参加节目的时候爸爸来捧场,可以说爸爸一直将昆凌当心甘宝贝宠爱。 不拔不知道,一拔才知道昆凌爷爷也是社会上非常有名望的人,昆凌的爷爷就是澳洲台湾之友秘书长劳伦斯,在2000年代主年仅7岁的昆凌到中山大学访问。 所以,即使昆凌经历过支离破碎的家庭,但父母和爷爷从来都给他一个温暖的依靠。 昆凡凡凡事都往好处想,常常笑容挂脸上,有话说爱笑的女孩,运气不会太差还果真如此。 昆凡从小就长得很精致想巴逼娃娃,惹人宠爱。 有助显和绅士再加上年轻貌美,网友看了也调侃,人各有命,也只有周董能配得上他了。 虽然游线和家世当靠山,还有个天王丈夫,但昆凡还是不想失去自己的事业,干不干大无所谓,只是为了不失去自己的人生价值,以及能在儿女成长路上给他们一个好的榜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ncant相当让人们有所谓 обычно杯盔的页臣